今天我们刚才讲到的围棋 对不对 那围棋是 刚才我们问到的就是围棋如何递输赢 那在围棋方面 今天这一盘局刚才已经讲了 它是黑子赢了 那黑子赢不是以子黑子多少为胜 而是以它沾地多少为胜 那今天我们看黑子沾的地 再对比这个白子沾的地 白子沾的地跟黑子比起来 黑子是沾得比较多的 所以这一盘局的话是黑子赢的 那围棋 同学们 你没有玩过 没有 但是认识吗 认识围棋吗 认识 对不对 那知道围棋有多久了 有多久的历史了 知道吗 有谁知道吗 不知道 那我就给大家说一说 其实围棋的发明是 公元前2300年前 瑶帝所发明的 那如果我们算一算的话 公元前2300年 到今天公元了2000年的话 它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 那当初瑶帝为什么会发明这个围棋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瑶帝的儿子脾气很不好 那脾气很不好的情况之下 瑶帝就发明了这个围棋来给他玩 希望能够借围棋 讨给他的心情 那今天的我们再看一看 围棋发展到今天 它是一种其中一个最复杂 最有挑战性的一种棋数 那为什么是这样 那我们说今天要重新把这个围棋 讲解一次 那会比较花时间 我们就以所玩围棋的时间来做计算 那围棋玩一盘围棋的话 短至几分钟 但是也可以长至几天 所以几天里面在那边斗智斗勇 就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一盘棋的确是不简单的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传统 就是中国传统 4000多年留下来的 这一种棋数 这一种棋数